钱国县又称钱国尔罗斯蒙古族自治县 是吉林省唯一的蒙古族自治县 位于吉林省的西北部 松嫩平原的南部 隶属于吉林省的松原市 县城与松原市共处一城 是松原市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 但是从1998年起 这个县城便笼罩在一种恐怖之中 这一年钱国县发生了一起惨案 县公安局以及松原市公安局 为了这起案子呀 是绞尽脑汁奔波劳累 而更让他们没有想到的是 这起案件仅仅只是一系列案件的开始而已 1998年1月17号的傍晚 钱国县繁华的商业中心市场 关门闭电 在一楼 有个体业主 王兴光 收拾好自己的摊床 拎着刚买的干豆腐和油饼 匆匆的就往家中走去 但是 令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 他的身后 有两双胭脂的眼睛 在寸步不离的盯着他 王兴光一家三口 住在前国县派出所的馆内 县林业局家属楼 五单元六楼 他的爱人王连生啊 是做运输的一个个体户 夫妻两个呀 在党的富民政策下 凭借着自己的利器 靠着双手勤奋挣钱 很快呀 就成为这个小镇的富裕户了 他们的女儿王精呢 是前国县三中一年级学生 聪明漂亮 想到女儿啊 王兴光不由加快的脚步 回到了家中 他看女儿王精正在写英语作业 就像平常一样 下厨做晚饭了 咚咚咚 这时候 突然传来一阵急促的敲门声 谁呀 王兴光就问 我 门外有人回答 干什么的呀 暖气维修的 王兴光一听不假思索的 就打开了门 只见近来一高一矮两个人 到屋里看了一圈暖气 说没问题 那个矮个子 拿出一个笔记本 让王兴光签字 王兴光走进卧室 拿起笔 正弯腰 要写字的时候 矮个子嗖了一下 就亮出了一把匕首 从后面 就逼住了 他的脖梗 凶狠的说 别动 我要钱 我 我没钱 没钱 我就杀死你 在歹徒的威逼下 王兴光告诉匪徒 他的包里有钱 歹徒 从他的皮包里 翻出了五千元钱 和一个四万元的存值 问清楚姓名 密码 和储蓄行之后 歹徒顺手 就操起 谭家的电风扇的罩子 猛的 就将 王兴光的头给蒙住 掏出 事先准备好了绳索 就把 王兴光 倒剪双臂 勒死在了 卧室当中 在女儿王兴的房间 另一名歹徒 对这个天真无邪的孩子 同样完成了凶残的一幕 孩子作业本 最后一笔 画出了一道长长的线 成为了生命的修制服 这两名歹徒 又翻出了部分献阴手势 然后 为转移公安视线 特意在孩子笔记本上 写上 长春二字 为使人最大限度 晚发现现场 又故意把钥匙 别折在插孔之内 趁夜色 逃之夭夭 县公安局 接到报案 公安局长任建波 带领侦察员 立即赶赴现场勘查 在没有获得 有价值线索的情况下 成立专案组 开展针破工作 他们先后走访了 王星光的邻居 亲戚朋友 经商伙伴 家庭成员 和社会关系 以及其丈夫的朋友 女儿的同学近千人 审查了七十余人 做了大量 细致艰苦的工作 但是案件毫无进产 1998年9月2号 前国县商贸小区 内山丹房屋开发 有限公司的一个居民楼里 在中心市场 卖鞋的于延松 张嘉丽夫妇 也许是昨天站了一天的柜台 太疲倦了 已经八点多钟了 两个人还沉浸在梦想之中 可是他们无论如何 也没有想到 一场灾难 正慢慢的向他们袭来 一阵敲门声 把于延松从梦中惊醒 夫妻两个穿上裤子 急忙来到门前 你们找谁呀 干什么的呀 于延松就问 这时候只见屋外 站着长相极为相似的两个人 那两双泛着贼光的眼神 让于延松产生了几分怀疑 可是当两个人 说是水暖公司的 平成过夜阶段 就要供气了 公司派他们来检查暖气 是否漏水的时候 于延松的积极警惕性 很快的就消失了 可是等这两个人进屋之后 立刻凶相毕露 没几下子 夫妻俩就被控制住了 但是于延松也弄伤了其中一个歹徒的手臂 几滴起就落在了地上 1998年9月4号的下午 县公安局又接到报案成 钱国县胜利派出所的馆内 山丹居民住宅楼 西楼七单元 五楼居民于延松 以及其爱人张嘉丽 被一会儿歹徒用绳子勒死在室内 抢走手机 金手势 部分现金以及存款 孩子当天呢 去老老家串门去了 得以幸存下来 警方赶到现场 于家夫妻的尸体已经高度腐烂了 侦察员走访查明 于延松夫妻也是中心商场个体商贩 9月2号上午10点钟 于延松约好 于商场同行呢 一起到沈阳国外市场去进货 可是那天到点别人都上车了 就差他一个人没有来 朋友们打电话 打手机 传BP机 一开都没有应答 时间就是金钱呢 大家伙着急走啊 谁也没有想到 这个时候 于家夫妻已经被害死在家中了 3号 大家回来之后 还是没有发现他们两口子 4号 他们家过的服务员往他家里打电话 没有人接 于是分别往男女双方父母家打电话 也没有人 父母着急了 他们找遍了儿女的朋友家都没有 这时候 于延松所居住的楼道里出现了一股难闻的臭味 有人说人是不是在屋里呀 于是大家上到楼顶把绳子拴在一个人腰上 从楼顶的慢慢的放到余家的窗前死人踹碎玻璃往里一看 发现了两口子都已经遇害在家中啊 在现场 侦查的技术人员小心翼翼的提取了滴在地上少量的血迹 检验为B型 这说明被害人和歹徒进行了搏斗 警察 于家夫妻没有受伤 那么这B型血迹 必定是犯罪分子所留 另一组侦察员经过走访群众又查明 9月2号 也就是案发当天的上午10点钟 一个男青年去钱国县农行储蓄所 使张嘉丽的存值去取款 这个人瘦小个 刀条脸 小眼睛 单眼皮 高颧骨黑皮肤 戴白色眼镜 当地口音 穿着一个灰蓝胶衫 填了两张2万元的取款单 共取走现金4万元 那么这个取款人 岂有可能就是犯罪分子 于是侦察工作 围绕着被害人的接触人员 就展开走访调查 挖熟人熟情 打千颗劣迹 查犯罪团伙 检验嫌疑人的血型 对比嫌疑人的字迹 但是始终啊 没有振奋人心的消息 而过了三个月 钱国县临近的农安县教育局干部 刘慧欣家中被抢 刘慧欣和家人共两人被杀 被抢走现金2000余元和两个分别为22万元和4万元的存值 任建波接到消息之后来到农安县了解 很快发现 这起案子和钱国县两起案子有相似之处 可以串并 但是犯罪分子的杀戮啊 并没有停止 1999年2月11号 农历落月26 又一个要过大年的时节 钱国县中心市场的商贩孙良才和妻子孙燕 晚上在家 六点多钟有人敲门 蹦蹦蹦 孙良才就问 谁啊 长暖气的 看看有没有漏水的现象 孙良才没有怀疑 打开门之后 见来人有三个 进屋之后开始检查 眼看就要检查完事了 突然门响了 原来呀 是孙良才的儿子孙德宇回来了 本来就要检查完的三个人 互相看了看 其他两个人 突然就对孙燕和孙德宇说 两位跟我来屋里看一看 这里还有一点小毛病 孙燕和孙德宇进屋没多久 突然就传出惨叫声 孙良才还没有反应过来 一把匕首已经按在了他的脖子上 接下来呀 这一起血淋淋的案件就发生了 晚上六点到七点三十分 玉才派出所馆内 清真寺胡同鸳鸯楼 一单元二楼居民孙良才 及其爱人孙燕 十八岁的大儿子孙德宇遇害 被抢走手机BP机 金手势部分现金 以及存值 第二天呢 在孤家玩了一天一宿的孙家的小儿子 孙德雪 回家叫门 连喊了两声 爸爸妈妈却无人回答 他打开门一看 立刻被眼前的场面惊呆了 父母和哥哥 分别倒在三个不同的房间的血泊之中 家里门柜打开 一片狼藉 吓得孙德雪 大声哭笑 引来邻居的围观 情绩之中 有人博打110 有人博打120 孙家这个大儿子孙德宇呀 还是在警校读书的呢 已经在镇派出所实习了 居然也被歹徒残忍的给杀害了 自从1998年1月份到1999年2月份 在短短的一年时间里 钱国阵中心地点连续发生三起入室抢劫杀人的特大恶性案件 共杀死七人 钱国县 笼罩在黑云压境的恐怖的气氛之中 人们谈案色变 惶惶不安 千百双 焦虑 期待 渴求 埋怨 甚至愤怒的目光 射向公安机关 松原市委师政府 前国县委 县政府高度重视 多次指示 要抓紧破案 吉林省公安厅派员 亲临现场 指导破案 面对血腥的现场 和被害人家属的眼泪 县公安局局长 任健波 和主管刑侦的副局长 无保存 不仅心机如焚 更是惭愧的无地自容 虽然一年里 他们摸爬滚打在刑警队 和老婆孩子聚在一起的日子 屈之可数 可是 破不了案子 仍然是尚对不起党和政府 下对不起人民群众啊 他们向党和人民立下了军令状 不破此案 绝不收兵 坚决同这伙儿 穷凶极恶的歹徒 斗争到底 侦察员调查得知 案发次日上午 一个男青年 持孙首粮的存值 到储蓄所 支取了现金两万元 提貌特征 与9802 这个案件 取款人相似 就在这个时候 警方在现场勘察 获取了一个重要的证据 在死者 孙首粮尸体的右上方 有一枚身份证 董喜霞 女 汉族 1958年10月24号 伤人 住址黑龙江 赵市 赵东市 越进乡 朝阳村 滑起富腿 经过详细的辨认调查 此证件与被害人家 无任何关系 可能是犯罪分子 在现场的遗留物 于是 警方立即 就派出了精干的警力 奔赴黑龙江省公安厅 调查 这个身份证持有者 案件这时候 似乎露出了 一丝曙光啊 很快 这个东西下的身份 就被查清楚了 他居然是一个 已死之人 警方又继续查 发现这个东西侠 跟自己老公 吕洪发 来到钱国县 没想到不久就病死了 东西侠被火化之后 他的身份证啊 被放在 他的骨灰盒底下 但是后来居然就没了 警方又查到 刘某后来 和一名姓修的女子并居 但是 过了两年之后 这修某就奇怪的失踪了 很快 他的尸体 就从成交的小盒中 被发现了 但是经过调查 吕洪发 虽然涉嫌杀害修某 但是和一系列 灭门杀人抢劫案 没有关系 这条线索 这条线索又中断了 就在警方拼命查找线索的同时 孙玉良的这个BP机突然开机了 这个BP机啊 一会儿出现在长春 一会儿又到了吉林的一个油田的附近 紧接着又再一次消失在茫茫人海之中 警方啊 虽然全力的寻找线索 但是仍然没有发现BP机的线索 就在钱郭 农安两县 协查办案的过程中 钱郭县的公安局 专案组断定 此案犯 就是钱郭县人 具体侦察范围 依然以县城为主 辐射周边的乡镇 接着他们又抽调精干警力 一场大兵潭作战 就雷响了战鼓 从8月1号到10月1号这个期间 严厉打击团伙犯罪 从中找到案件突破口 这期间呢 公安人员共打掉了19个犯罪团伙 查处违法犯罪分子 有120人之多 然而啊 这个灭门案的魔头和他的同伙们 依然是漏网之鱼啊 1999年12月16日 位于市邮政局对贯的钱郭镇 玉荣房屋开发公司 一楼内传出一条爆炸性的新闻 在红雁商都楼下 经营家用电器的王建民 妻子任雁荣 以及五岁的小儿子被杀害 家中4000元的现金 一部手机 一台BP机 及金银饰品 全部被抢走 连续刑事大案的发生 震动了省公安厅 乃至国家公安部 技术人员对1216案现场 进行了详细认真的勘察 就在他们走进被害人家的卫生间的时候 就看见盛满废纸的植楼里 放着杂乱的手指 手指下面呢 放着两张折叠较为工整的报纸 一张是5月12号的中国石油报 一张是6月8号的工人日报 上面还写着不规则的钢笔字 和一个电话号码 谁能想到 就是这两张报纸和一个电话号码 打开了 已经陷入僵局近两年的 系列抢劫杀人案的一个新局面 民警很快就因上学 才幸免于难的王建民的女儿 找来辨认这两张报纸 小女孩确定了 这两张报纸根本就不是他们家的 后来经过化验 确认报纸上的血迹血刑 与王家人血刑不符 那么这上面的血迹 一定是犯罪嫌疑人低落上去的了 指挥部全体成员 立即召开碰头会 决定围绕 这两张报纸展开排查 尤其是写在上面的电话号码 原来这是德会式的一个私人电话 当公安人员说明用意之后 对方说他经常与吉林石油集团 牧野公司江南围绕大队工人 曲某有生意来往 捕捉到这个消息之后 石灰部迅速派人深入该单位 并对该单位的100多名职工的亲属 进行了详细的调查 找到区某之后 他说呀 这是很长时间以前的事了 上面的字啊 是他在值班的时候胡乱写上的 至于报纸后来去哪里呢 他也不知道 公安人员在该大队的 100多名职工的社会关系 进行调查当中 一个人的可疑程度很快上升了 那便是该大队的女职工 张中东的丈夫 钱国贯区农肯管理局 红旗农场的农工 齐雪松 经查张中东在大队收发室工作 专案组认为只有他才有可能 将两张相隔26天的报纸 收集起来带回家中 而他的丈夫齐雪松 无疑具有重大犯罪嫌疑 而2000年的1月7号 当公安人员调查齐雪松的时候 发现他的左胳膊小臂上 有两处明显的刀伤 这两处刀伤 就引起了民警的高度重议 在齐雪松解释不明白 身上刀伤的缘由之后 公安人员提取到齐雪松的血样 就送到省里检验 就在传组围绕齐雪松的社会关系 进行调查的时候 他的家人呢 却拒绝配合 但是传组还是发现 齐雪松和他同父异母的哥哥 齐雪峰的关系密切 当问到张中东和他的亲属的时候 他们却都全部拾口否认 专案组找到齐雪松前妻的姐姐 了解情况 对方直接破口大骂 我妹妹早就跟齐雪松离婚了 你们他妈的找我干什么 但是种种迹象表明 这两家人还是有密切的来往 在警方强大的压力面前 他们终于如实交代了齐雪松的种种不正常之处 而这个时候 齐雪松全家已经搬到了大安市 据张中东讲 其大伯哥呀 有手机移步 根据这个线索 民警们火速赶到市移动通信公司 很快就获得了齐雪峰的笔记 再与储蓄所取款模头的笔记一对比 启明技术人员惊呼起来 笔记完全出自一人之手啊 第二天 拿去长春检验齐雪松的血型结果 也回来了 与杀害于延松现场遗落的血迹血型系同一个人 1月10号 历史记下了这一天 这是前国县公安局所有参战民警最为激动的一天呢 在确凿的证据面前 齐雪松这个杀人恶魔终于交代了其团伙的全部犯罪事实 那个长着一双鼠眼 极其大案的主要策划者 杀人魔头 便是他同父异母的哥哥 齐雪峰 胜利的曙光终于出现了 然而当刑侦人员赶到齐雪峰的住处时 发现齐雪峰已经逃之遥遥 2000年的1月10号晚上 250名全副武装的公安民警 及武警战士驱车进入大安市 在当地警方的配合下 终于抓住 齐雪峰 这个杀人魔头 就是这个齐帽不扬 体重不到50公斤的齐雪峰 带着他同父异母的弟弟 连进和一个狐朋狗友 为了获得金钱 相继谋害了18条人命 据齐雪峰 齐雪松交代 117案 系齐雪峰 与红旗农场 农工 冯思国所为 902案 系齐雪峰哥俩 作孽 农安县血案的凶手 除了齐雪峰 另外一个是钱锅 炼油厂的无业人员张宏伟 哎呀 而这个董喜霞的身份证 则是齐雪峰在火葬场 祭拜奶奶的时候 故意带走 并放在现场的 孙良才的BPC啊 也是他故意开机 以此迷惑警方视线 但是这个狡猾的恶魔 现在已经贪贵在审讯室中 如同一滩烂泥 涉及两省三地的系列杀人案告破了 魔头被抓住了 这个消息就像长了翅膀一样 飞出钱锅县公安局 一时之间人们奔走相告 任健波 郭喜文 吴宝辰的脸上露出了喜悦的笑容 他们感到终于可以不如使命 向全市全县人民 交上一份满意的答卷了 2003年12月24号中午12点40分 早已经过了放学的时间了 小王呢 还不见儿子轻轻到单位来吃饭 便到学校去找 但是学校里已经空旷无人 教室里也是空空如也 无奈之下 他返回单位 这时候 电话铃声响起来 孩子在我这边 准备二十万 不准报案 啪啦一声 说完之后电话就挂断了 小王呢 如雷轰顶 顿时撕心裂肺的哭号了起来 丈夫小张也被这个消息给急蒙了 首先想到的就是给小舅子王刚打电话 让他赶紧过来陪自己的姐姐 王刚啊 是小王在九江市区的唯一的亲人 平时姐弟俩的关系啊 非常的好 特别呢 是小王和小张都非常宠爱这个弟弟 小致衣服鞋帽 大致做生意的本钱 夫妻两个都是慷慨的赠送 王刚文讯赶来 也急得六神无主啊 团团乱转 清兴被绑架的消息 顿时在小王的单位里炸开了锅 热心的领导和同事们都赶紧帮他报警 并且积极筹款 中午一点钟左右 九江市公安局巡洋公安分局接到报案之后 分局的副局长刘炬 立即带领甘堂派出所民警和刑侦大队的刑警 秘密的与被害人亲属接触 开展调查走访工作 并当即成立专案组 由副局长刘炬任组长 大队长涂骏教导员汪军任副组长 九江市公安局刑警支队派员指导 元旦春节前夕 在光天化日的闹市区竟然发生绑架 儿童的案件影响极其恶劣 这引起了各级领导的高度重视 九江市委常委 市公安局局长叶国斌 只是巡洋的情形 要迅速侦破此案 巡洋区委常委 局长孙亚平 及时了解案情 参加案情分析会 要求刑警必须不惜一切代价 在春节之前将此案破获 巡洋公安分局刑侦大队长涂骏 教导员汪军 带领专案组人员兵分数路 采取多种措施 开展调查工作 当天下午 专案组就获得一条重要线索 案发当天的中午 有群众看到两三个 二十多岁的青年 在学校附近的一条小巷子里 将一名十岁左的男孩 强行的抱上了一辆 微型面包车 据了解 这一条小巷子呀 是轻轻放学 经常走的路线 这个男孩很有可能 就是轻轻 根据群众提供的车牌号 专案人员迅速的查明 这辆汽车 就是前几天被到的 据此 专案人员分析 这是一起有预谋 有准备的绑架案 显然 作案者是熟人 根据这一重要线索 专案组对此案 进行了周密的部署 清清家的亲戚好友 得知这一情况之后 都陆续赶来 尽管大家都不知道 王妃将孩子弄到了什么地方 孩子现在是否安全 但是都抱着希望 在市区的各个角落 四处寻找 清清的母亲 自从案发之后 就没有停止哭泣呀 经过一个下午的交集等待 王妃却再也没有 和清清的家人联系 这个反常的现象 引起了专案组的重视 分析作案成员之中 有可能有人对公安的介入 有所察觉了 或许呢 就在假意寻找 清清下落的亲朋好友之中 为此 专案组决定 缩小排查范围 终点围绕 清清父母的亲属 和关系密切的朋友 进行调查 并采取了敲山阵虎的战术 当天晚上 副局长刘聚 对清清的父母说 除了你们 夫妻两个 专案组呢 将对你所有的亲戚 进行初一调查 当时啊 他们家有很多亲朋好友在场 孩子的舅舅 王刚也在其中 出人意外的是 此日清晨 王刚以凑赎金为名 向岳父要了 两千元的现金之后 突然失踪了 与此同时 专案组通过调查 获得了一条情报 近期啊 有一位中学教师 在社会上赌博呢 输了不少钱 而王刚正是 这个中学的教师 专案组立即 将侦察事件 集中在王刚的身上 并对其近日活动情况 进行细致调查 断定 还有重大的作案协议 尽管清清的父母 并不知晓警方 已经将目标 锁定在王刚的身上 但是王刚的失踪 还是让姐姐以下 雪上加霜 他们怎么也不愿意相信 自己钟爱被制的弟弟 竟然会灭绝人性 绑架自己的外甥 愤恨之余 他们有一厢情愿的认为 王刚不至于会 对自己的外甥 下毒手吧 随着王刚浮出水面 侦察工作 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 转组通过细致的调查 发现 与王刚关系密切的 彭泽 系 无业人员 陈刚 和其同事 朱明仁 也涉嫌此案 26号 转组 小妙不空 将正在九江县躲风的 朱明仁给抓获 在专案人员 强大的攻势下 朱明仁 企图赋予顽抗的心理防线 彻底的崩溃了 他公认说 上个月 王刚两次找到了他 让他帮忙 找两个人办点事 并说 这件事说出来很丑 一旦事情败露 将在九江待不下去 于是 朱明仁 将两名流窜人员 马仔和华仔 介绍给了王刚 朱明仁说 我没有想到 他们会把孩子给干掉啊 直到这件事之后 我气愤的 打了马仔 和华仔的耳光 至此 参与此案的几名团伙成员 已经都已经 基本明确 在爱子生死不明 亲情 遭到背叛的双重打击之下 清清的父母 最大的希望 就是警方早日的将孩子解救出来 但是两天过去了 王匪却没有半点消息 专案人员马不停脸的开展调查 挖掘线索 27号 清清的母亲突然收掉一条陌生手机发来的信息 王匪再次索要20万元 并且留下了账号 狐狸尾巴终于露出来了 副局长刘聚 教导袁汪军 分头带领 专案组六名精干人员 寻思密集 对绑匪一路追踪 在短短的十天时间里 先后经过安徽 浙江 江苏 上海 福建等五个省市 元月六号 终于在福州市 将犯罪协议人 王刚 陈刚抓获 王刚 虽然身为教师 但是一边上班 一边暗地里 与人合伙称包 单位食堂 由于经营不善 生意不正反馈 欠下了四五万元的债务 眼看年底了 债主都到学校找他讨债 王刚害怕被学校失道后 会丢掉工作 所以产生了绑架外甥的想法 他与陈刚 朱明仁一派集合 于11月份 便进行了策划和准备 为了不使孩子认出 朱明仁专门帮他找来两名流窜人员 马仔和华仔 王刚则到来一辆微型面包车和车牌 作为犯罪工具 12月24号的上午 王刚驾驶着到来的汽车和陈刚 华仔马仔提前等在清清放学的路上 刚过12点钟 清清背着书包就出现了 陈刚以为清清不认识他 便和马仔华仔上前对清清说 你爷爷从彭泽过来了 让我们带你一起去吃饭 清清笑着说 你骗我 一边继续走路 见到清清不受骗 三个人便上前 强行的将清清抱上了汽车 为了不让他 看到坐在驾驶座上的王刚 他们挡住了清清的视线 但是清清突然对陈刚说 叔叔 我认识你 上次我家搬新房的时候 你帮我家搬过花 孩子这一句话 令王刚几个人头皮发麻 方寸大乱 团伙成员 连忙下车 商量对策 根据陈刚的供述 他此时主张将孩子给放掉 自己情愿上门 向孩子的父母下跪谢罪 但是王刚却执意要杀掉孩子 否则今后没法做人 做出决定之后 狡猾的王刚和这个孩子 说道 孩子不见了 姐姐姐夫肯定 会与他联系的 他联盟抽身赶回单位 在王刚的授意下 两个人在车上将清清活活的勒死 抛尸荒山 而后电话向清清的父母索要巨款 元月6号 当专案组将王刚 陈刚抓获之后 陈刚自知 罪孽深重 不断垂头 顿足 悔恨不已 王刚 也是泪水连连 一边哭 一边问刑警 说 我这个事 会怎么办呢 不是要在牢中 顿一辈子了吗 作为为人师表的教师 法律意识淡泊至此 人性沦落至此 真的是令人悲哀呀 元月10号 专案人员根据王刚 陈刚的供述 顶着凛冽的寒风 冒着飘泼大雨 在山林之中 找到了清清的尸体 aje击几 剑三